Tiger好 我是白董 今天呢要來教大家安裝這個木吉他的實音器 讓大家的木吉他呢都變成電木吉他 那麼因為我們今天的影片有贊助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影片 那影片結束呢會有抽獎 那我們如果要讓吉他呢變成電木吉他的話 那我們就要安裝實音器 然後呢實音器是可以把我們在彈吉他的訊號呢 傳送到音箱或者是這個PA系統裡面 然後來放大 那我們就可以做表演 那我們一般常見的實音器類型有 響孔式 或者是下枕式的Pizzo 或者是貼片 還有麥克風 這四種系統 那麼這種系統呢它各有優缺 那麼通常兩種系統加起來我們就會叫雙系統 有三個系統裝起來呢我們就會叫三系統 那麼我們今天呢就來教大家 如何來安裝這個木吉他的實音器 那我們要使用的工具有這些 就這些 那這個是一個導線 那這條導線呢 我們待會呢不是用來接音箱用的 那還有一個螺絲起子 這個是要把尾釘給拆下來用的 還有一個反手 用來鎖那個背帶釘的 再來是搓刀 可有可無 但我自己呢會修那個邊 我就會用這個搓刀再修一下 讓它更漂亮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工具 那最重要的工具就是 我們那個背帶釘那個地方要打洞進去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電鑽 那像我這個是電動的螺絲起子 然後呢我們要去五金行找這種 12厘米的木頭用的磚頭 當然如果呢你害怕用電鑽來施工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找這種手鑽 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像這樣子組合起來的 這個是手鑽 就是我們直接用手工的方式呢 來為吉他打洞 那這個是專用的手鑽 所以說它也是大概1.2公分 就是12厘米的這個寬度 那我們今天呢 要試行手術呢 就是我左邊這一把 Dada Wood DW2008C 全單版的桃花星木 咪咬木吉他 我們今天要安裝的實音器是這一顆 VTEC的VS9M 那麼這台VTEC的VS9M呢 它是一個雙系統的實音器 它是響孔式加麥克風 所以聲音會比單用一個系統呢 來的更還原 然後這顆價錢也不貴 好我的朋友都叫這個叫做什麼 平民神器 因為它大概三千多塊而已 那既然有盒子 那我們就來為大家開箱一下 這一顆實音器 那麼這個是這個實音器的外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顆VTEC VS9M呢 是一個韓國人設計的實音器 那我們今天這一顆是雙系統的 那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實音器的本體 那這個就是響孔式的實音器 然後呢這個是麥克風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操作的介面 這個呢是響孔的音量 這個呢這是麥克風的音量 然後這個是你可以改變它的Tone 就是看我們的聲音要亮一點 或是厚一點 然後這個是這種音量 在這個地方是防回溯的 按一下 然後它可以改變位置 然後你可能就不會在舞台上有那種V 就是那種V-back 然後這裡轉開來呢 它是可以裝電池 它用的電池呢是2032 在便利商店都買得到 然後這個是它的Jack的線 然後呢底下這一包呢 打開來 它還有附一隻 也是有在附一隻螺絲起子 跟這個2032的電池 兩顆 這個就是線啊 如果在裡面太長的話 我們可以黏在那個測背板裡面 然後讓它的線不會在裡面亂晃 還有這個 那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量東西用的吧 然後還有一隻小的六角板手 好這一根就是用來調它上面的音柱 當音柱越高 然後我們可以接受的音量就會比較多 當音柱 你把它調的裡面一點 接觸的聲音就會比較少 那基本上原廠的設定 都已經幫我們設定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不用再調整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為大家來安裝 哦對了 裡面呢還有一個這個中文的說明書 好它裡面也有告訴你一些功能的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安裝吧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先把六條旋都先鬆掉 這個是響孔式的使音器 我們待會兒這個懸崖先拿掉 我們才可以裝在上面 那響孔式使音器呢 也是相較於其他使音器呢 比較容易安裝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尾釘 把它給卸下來 那麼首先呢 大家我們就把這個背帶釘呢 給拆下來 像如果是像是那個什麼 Fush啊 或者是Taylor啊 基本上把這個背帶釘轉彎以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1.2公分的洞了 就可以直接安裝使音器了 可是一般的吉哈 是不會有這個洞的 所以我們就要自己把它給鑽出來 螺絲拆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一個洞 我們就要從這裡鑽出一個1.2公分大的這個洞 然後呢 鑽完洞以後啊 再看這個邊邊會不會刺刺的 還是怎樣 我們再用這個搓刀啊 好稍微修一下 好讓它抹起來光滑就好了 然後拿起這個實音器的這個jack 然後把它都給拆掉 哦對了 剛剛沒有解釋 這個就是你就算你不把這一節線鎖在裡面 它是給你原本的背帶釘這樣掛在上面用的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拆掉 拆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 用這支塞進去看符不符合 好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拿出剛剛用的這條導線了 那這條導線呢 就是那種一般不要的導線 或者是有時候買樂器會送那種最便宜的 這個導線我們不是用來接實音器的 我們另有用途 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便便給削掉 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這條導線要進入這個裡面 好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削薄 這是我們剛剛剪下來的那個頭 那我們現在要這一節 大概一公尺多左右 然後呢 把這條導線給剪斷 那我們首先把這一節呢 從屁股這邊給穿進去 然後這一節不要進去 然後呢 每個尾釘啊 就是我們吉他裡面這一塊 在底部呢 有一塊木頭 那每一把吉他的木頭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調整這個螺帽 然後呢 來符合它裡面那個深度 首先我們就先轉到一個比較開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墊片 然後還有這種 有點帶刺的墊片 然後再放在這種墊片的上面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把這條削下來的線呢 穿進來了嘛 再跟這個 我們要裝的實音器的jack呢 接上去 然後從後面尾釘的地方把它拉出來 像這樣子把它拉出來 然後有沒有看到 這邊會多出一點點 那我們要把這一塊 就是凸出來的這一點點 讓它 跟這個 面板平行 所以呢 我們就要再把那個 這條jack的連結 現在把它抽出來 再把它的那個螺絲往上調一點 這樣子還會凸出來一點點 所以我們要再拿出來 再鎖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這條線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去拿這個jack 因為 其實我們的手從牆孔伸進去 不一定可以碰到底 所以這條線是幫忙用的 而且會很好用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 我們再把它附的這個螺絲的墊片呢 套上去 再放上這個螺帽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螺帽給鎖緊 所以就要拿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這個板手 那因為怕轉動的時候呢 會移動 所以像 剛剛我們 實驗器裡面呢 有附一隻這個 六角板手 它除了可以調我們剛剛那個 持柱的高地以外呢 它有一個作用就是 這裡有個洞 我們就把這個放進去 固定這一根jack的這個柱子 不要讓它 轉動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 這一個 土帽呢 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最後就把這一顆 蓋子把它蓋上去 OK 就鎖好了 我們把尾釘鎖好以後呢 我們剛剛前面有一個 在實驗器盒子裡有一個固定線的這個東西 你就把它折起來 連帶內側的這邊 然後來固定它那個多餘的線 最後呢 就是 把這兩顆螺絲鬆開來 鎖在我們的響口正上方就可以了 那我順便也把它 定時給安裝在上面 再來就是用 它附贈的螺絲鬆 把這兩顆螺絲給轉鬆 然後把它放進去響口裡面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把它鎖緊 像它的這個麥克風呢 還可以再調位置 那我們現在 實驗器就裝好了 那我們現在把旋上上去 那我們待會來試一下 這個實驗器的聲音吧 那我們剛剛安裝完了實驗器呢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安裝起來到底有沒有聲音 那我們現在EQ呢 全都是自中的 讓大家聽聽看 是不是 聲音還不錯 然後呢 因為剛剛有說 我們剛剛裝的這個VTEC VS9M呢 它是一個雙系統的聲音器 所以它還有麥克風 我把麥克風打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手打板聲 如果像是玩這種 Finger style的 然後你會想要去 有那種敲擊面板的聲音 這顆實驗器呢 它的麥克風也可以收到 再給大家用指法呢 給大家聽聽看 我們剛剛安裝的這顆實驗器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器安裝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一開始買的木吉他呢 是沒有實驗器的 就不是電幕吉他的話 那你想要插電表演 就可以自己安裝一顆 木吉他的實驗器呢 那你也可以一起 辦你的吉他呢 變成了電幕吉他 那我們今天安裝的這一顆實驗器呢 就是 VTEC的VS9M 還不錯啦 就是價錢不高 我覺得算是拼命的實驗器 那我們影片的開頭呢 有說 今天會有送一些東西給大家 那麼 第一個東西就是 送我們今天安裝的這一顆 VTEC的實驗器 VS9M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送給大家一個 安裝的工具 然後這個呢 我們會抽兩組 就是有導線 還有一個 說這個羅帽的 還有這個 手鑽 就是我們不用電鑽 我們用手呢 也可以自己在吉他的圍釘打一個洞 這個我們會抽兩組 然後呢 這個呢 我們會抽一組 那我們的抽獎辦法呢 會放在影片的說明欄底下 還有 FB的粉專上面 我們會在10月24號的晚上10點呢 然後 在Youtube上面直播呢 然後抽獎 那請大家就持續關注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加上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鍵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能夠幫助到大家 抖下太感恩之聲 掰掰 一起觀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